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先帶你來看 2024 Trinity Taipei朝台北開跑囉 台北市長蔣萬安及文化局長蔡詩平 親自更布朝台北的前導影片及活動亮點 記者會現場也展現音樂人跨國合作 相互激盪的魅力 台灣獨立樂團溫蒂曼布 和日本樂團BillyRain跨國合作激盪演出魅力 為朝台北音樂節揭開序幕 台北市長蔣萬安與流行音樂中心董事長 黃韻玲一同參與啟動儀式 我們宣布上百場音樂展演 國際論壇主題演講啟動 其實偉大的城市最重要 它需要有深厚的文化來支撐 而一個成功的文化活動 它可以打造城市的名片 同時讓這座城市出現在世界的形勢力上面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初衷跟發想 從去年開始 我跟蔡局長我們不斷地討論 以及我們相關局處同仁 其次廣益 當然我們也借盡 在美國Austin South by South West他們活動的經驗 我們做規劃 所以我們很希望藉由台北 我們本身的優勢跟條件 包括我們有像北流 非常令人驚豔的 這種文化音樂展演空間 場館 以及我們有地方密度非常高的 Life House音樂的空間 同時最重要 在台北 我們匯聚了 讓世界驚豔 音樂文化的人才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要在這樣的基礎 我們打造台北 重新站上 亞洲國際潮流文化的高峰 我們也要讓台北成為 名副其實的文化首都 希望讓台灣的流行音樂 產業跟產業之間 可以深度的交流 同時邀請國外的音樂節 策展人跟節目買家 來到台灣 進行台灣跟亞洲的交流 這樣還不夠 我們必須把粉絲經濟結合進來 所以我們就創造了一個叫做 台北 Music Expo 也就是今年的九月的第一週 九月的七號八號 在這個地方 各位所在的場域裡面的二樓 我們的文化館的這個特展廳 我們會邀請台灣的音樂節 台灣的唱片公司 海外的音樂節代表 一起到台北來進行深度的交流 那另外一個就叫Life Performance 為什麼 因為有前面有產業的上中下游 我們一定要有後端 就是演出的部分 所以在這裡邊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我們會邀請呢 國內二十二大的售票音樂節 國內四十六家唱片 及經濟公司的品牌 一起加入來我們這裡策展 這是一個難得的展覽 我們希望由各個公司 它自己來做互相的交流 其實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常常到海外去 可是台灣的唱片公司 經濟公司跟台灣的音樂節 基本上直接的交流是比較少的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平台 讓他們可以在這裡能夠做深度的交流 朝台北活動將於9月2號至8號隆重舉辦 吸引眾多國內外知名音樂人共享盛舉 包括魏如雲 鄭宜農 康斯坦的變化球 冰球樂團及理想混蛋等台灣知名音樂人 還有來自泰國 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越南 新加坡 菲律賓等 超過50組音樂人演出 打造聚國際視野的音樂省會 台北要做一個音樂節 全台灣很多的音樂節 我們跟市長匯報的時候 市長一直告訴我們說 不要做跟別人很像的音樂節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音樂節 是什麼音樂節呢 我們希望台北是一個平台 能夠把全台灣的音樂節的優點學習過來 但這個平台必須要向世界去伸出去 所以我們將來的平台會走的 會是一個以亞洲的音樂節的綜合平台 最為我們最主要的目標 也就是說外國的買家 外國的音樂的投資者 只要來台北看我們的超台北 他就可以看到全亞洲的重要的樂團 跟重要的嘉年華 音樂嘉年華在我們台北 這是我們的目標 今年只是一個開始 明年我們會把它做得更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產業的論壇的對話 我們透過這次的協作 我們把Content Asia 全亞洲最棒的內容平台的 這個大會拉到台北來了 然後我們有這個Digi Asia 各位會看到最酷的廣告 廣告的平台 就是它 因為這些都是跟流行音樂 跟流行產業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通通請到了台北 再加上我們北流 加上寶藏岩北裔 原來呢 我們就配合這個活動 開始規劃了很多國際藝術的活動 這就是很像呢 在台灣 各位會看到6號到8號 2號到8號這一個禮拜 6號到8號這三天 我們不只是音樂表演 我們會看到很多產業界的 國際界的人士進到台北來 跟台北的產業界對話 然後更重要一點是 會看到很多國際的 創意的藝術界的朋友 進到台北來 為什麼呢 因為藝術跟流行文化 基本上是可以對話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他們看到 台北的流行產業的實力 台北流行產業也吸收這些 國際藝術的表演界的人才進來 我們共組一個論壇的平台 好 再下來 就是我們活動的第三個 也很跟很多地方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未來我們看到的地圖 我們將來會用電子板跟紙板呢 紙本把它呈現出來 我們希望很多人手上 都可以有一張這個地圖 循著這個地圖 9月2號到8號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參加我們的活動 這裡面最特別的是 我們要特別謝謝徐李平理事長 還有通知委副理事長 因為他們的協助 我們第一次把台北的音樂展演 民間音樂展演的空間 就我們所謂的Life House 結合起來 我們這次有20家左右的 音樂Life House 在那個期間呢 會進到我們的20台北裡面 也就是說 各位不只是在北流看到音樂表演 不只是在巴安森林公園 看到音樂表演 也會在台北的很多家 跟我們響應的Life House裡面呢 會看到20台北的表演 活動以充電及放電 為兩大核心概念 結合演成會經濟 產業論壇及城市行動等 以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為主場地 串聯台北在地音樂空間 共同推動產業發展 強化不同潮流文化之間的交融與互動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響應台南400 由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所主導的透南城城市展 昨日起在台南美術館一館展出 市長黃偉哲搶先開箱 見證台南都市發展的歷程 展覽融入沉浸式體驗 其中日治時期所使用的馬桶 水龍頭相當賢目 台南是台灣第一個城市 它的城市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軌跡 為了見證台南發展的歷程 也是台南歷史的縮影 由市府都發局所主導 跨局處規劃的透南城城市展 7月2號開始市營運 市長黃偉哲也搶先開箱 讓大家看見不同時代之下 隨著地景民族和文化的遷徙以及改變 一起見證這座從大航海時代 就進入世界視野的台南 而究竟該展覽有什麼亮點 市長親自說給你聽 虎城古都它除了美食之外 它有許多文化宗教的一個歷史足跡 那所以說我相信來到我們 具有歷史感的台南美術館 醫館那正好印證的這個歷史的足跡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看看 不管從過去的台南縣南營 或者看現在的台南市 虎城合併在一起的透南城 都歡迎大家一起來 展覽當中有六大場館 透過沉浸式體驗 其中除了光影和水影的科技效果 最令人驚艷 在文物部分也讓大家看到 合治時期的水泥原料就是額 以及原來日治時代的馬桶等 衛生設備就長這樣 也讓參觀的議員印象深刻 從裡面進去 然後從正式時期 到日本殖民時代然後到現代 這個過去現在未來 其實最讓我驚訝的就是從 過去到日本時代也好 台灣第一次有地下化的 所謂的排水系統 所以有看到日日時期的馬桶 這都是很特別 展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有趣的就是 有最早出現的水龍頭 跟馬桶 這些的文物都可以代表著 一個時代的往前進 我們可以看到從以前 清代時期是喝井水 那如廁不是那樣子的方便 那如何在清朝時後 再轉化到一個真正現代化的 時期的這個過程 該城市展適逢暑假期間 所以特別安排 每週五六日上午 有兒童導覽解說 家長得先上網報名 即可免費參觀 展覽即日起 市營運5號正式開展 一直到9月1號 記者郭文集台南報導 接下來又帶你來看 粉紅夏日藝術季 在基隆余會正兵大樓 夢幻登場囉 文化觀光局打造夢境打卡小屋 多元策展 芭比快閃電 美食市集等 邀請大家即日起 到8月18的每個週末 一起來基隆 參與這場粉紅盛宴 一走進芭比快閃電 陳列各式生活用品 提代及服飾等精美商品 讓芭比迷絕對不能錯過 芭比的快閃電 然後裡面有一些小朋友 可以體驗的 然後裡面有看到很多限量版 美國限量版的芭比 然後小朋友那邊 就是少女夢 然後最後有一些鏡子 然後漂亮的東西 然後可以讓他們撞飯 粉紅色展間 毛茸茸的玩偶 市長謝國良 和議員宋偉莉 都忍不住自拍留念 3 2 1 金融粉紅夏日藝術季正式開始 金融漁會這名大樓90歲的古蹟 今年暑假化身成為粉紅市集 一直到8月18號連續五個週末 舉辦期間限定粉紅夏日藝術季 巴比娃娃的總公司 所合作的一個快閃電 所以這是一個喜歡巴比娃娃的朋友們 一定要來的一個活動 圍期五個禮拜 另外我們也邀請了很多的藝術家 來做一些粉紅的創作 假如有穿粉紅的觀光客朋友 或市民朋友過來玩的話 那就可以來抽獎 領取一些小禮物 金融市長謝國良 文化觀光局長江亭梅 親自到各展間參觀 12位藝術家注點在這裡 分享他們的作品 他就是木頭跟水泥 就是建造的 就是混搭的那個風格 我覺得蠻漂亮的 然後在裡面就是展覽的話 就是他其實可以讓作品 我覺得更有氣質 就是搭配一些木頭 跟一些水泥槍 這個然後空間其實也都蠻乾淨的 像我們這個藝術家 他用他的畫作 來去呼應我們這次 這麼巧剛好呼應我們這次的 一個藝術的一個顏色 剛剛他跟我分享 其實他覺得 快樂他就是這個顏色 他沒有別的 而且他認為 他可以融合在自然 或者是我們想像裡面 所以我看到他的畫作 我覺得好感動 我們現在主要做的是第二杯 因為我覺得你很適合 這一第二杯 因為愛自己的女人最美麗 就是一個美麗的體制 謝謝你 鄭兵余會大樓 變身成為粉紅四集 搭配飲品 讓民眾 隨著自己的心情 製作專屬的飲品 我選愛自己的女人最美 我們在做完飲品之後 會讓客人來到這邊 去裝飾他自己的飲品 因為我們就是有 跟芭兵聯名 那我覺得打扮是一個很 女人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們希望在飲品上面 他們也可以打扮自己的飲品 就跟他們打扮自己一樣 那除了我們邀請 今年全球65週年的一個芭兵 來做大型快閃電的一個活動之外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邀請12位很好的藝術家 那他們對於我們這個城市 以及用他們的作品 來呼應我們這次一個 藝術的粉紅夏天 那在這個五週的過程當中 除了你可以欣賞藝術家 他們的所有作品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有一些市集 也有一些咖啡還有一些飲料 基隆這名大樓結合了粉紅元素 連續五個週末 邀請民眾走訪基隆 感受到海岸線的人文和風情 記者黃梢明基隆報導 陶雲市青年局 啟動全市首作 新創加速器基地 桃園天際線 未來將協助中後期的新創公司發展 目前正展開第二期的輔導計畫 逐步完善桃園新創生態鏈 接軌國際 在倒數聲中 桃園市第一座新創降溪基地 桃園天際線正式啟動 桃園市府青年局在18號上午 來到中路3號社宅 舉辦桃園天際線基地蓋幕典禮 未來這裡將協助中後期的新創公司發展 取得包含國內外創業資源 合作夥伴以及市場機會等 其中市府以事先和許多企業及國際加速器 都簽訂了合作備忘錄 夥伴遍及台灣、美國、日本、新加坡、越南、 菲律賓等多國 當天也收穫來自他們的祝福 而法國在台協會主任 耿青絲道場 邀請企業們進入歐洲市場 桃園市長趙聖正表示 未來市府也將與全球知名新創加速器 平台ParkEmploy進行合作 期盼基地啟用後 完善新創生態鏈跟接軌國際 讓桃園新創能量持續蓬勃發展 那麼這個加速器著重和過去的青創基地 比較不一樣的是它著重在創業的中後期 也就是市場的接觸和資金的取得 那麼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邊 我們法國這台的代表我們的Brink-Paris 基本上就說明了說 我們這加速器基本上是朝向國際 剛才有很多國際的加速器的滋賀 包括將來矽谷最有名的加速器之一 Plug & Play也會跟我們有深度的合作 我們希望說這個加速器的開幕成立 會讓我們桃園清爽的生態鏈變得更完整 讓我們桃園的清爽 更有機會走向國際 目前市府已完成第一階段的輔導計劃 協助六組團隊走過上市的最後一里路 並繼租到經濟辦公室來營運 其中一家接受輔導的AI科技企業執行長 也分享受輔導經驗 肯定青年局的媒合 為欠缺資金和業務能力的新創公司 帶來很大主意 竟然能讓產品有真正上市的一天 讓他十分感謝 那我們主要是在做像 AI智能客服應用 虛擬人導覽應用 或者是一些 AI智能的應用在 不論是工廠教育的一些領域的一些應用 在開發技術的時候 還是比較偏向技術人思維 會需要有一些引入人來去協助我們 包括是說技術媒合也好 然後或者說廠商業務資源甚至資金 那我覺得天際線這邊 顧問們做的很棒的一個點 是讓我們實際是有這個機會 認識一些潛在的投資人 不論是有沒有投資 他可能也有業務合作的機會 所以我想這個是有機會入選這個加速器 然後進駐在這邊 一個很棒的開始 那我們從今年開始的話 也實際進駐在這邊的 桃園有一個成立一個辦公室 在這邊會開始招聘一些朋友 那也非常謝謝大家 對我們的支持 謝謝 事實上即日起到8月9號 基地也展開第二期的輔導計畫 預計招募六組新創團隊 規劃一對一客製化輔導 以及國際資金每合機會 而且入選後還能獲得50萬補助 台灣市府青年局長 歡迎所有有意願的新創團隊 踴躍報名參加 將從今天開始到8月9號 做一個進駐團隊的招募 我們將招募六組團隊 我們將進駐桃園的話 我們會給予50萬的補助金 來獎勵我們這些團隊 也歡迎所有的團隊來加入 如果相關的資訊 可以透過我們桃園青年事務局的館子 方方網站來看 來參考一些相對的資料 在我們基地也可以來參與 我們基地的一些活動 當天開幕會後 也隨即安排了國際美合說明會 讓新創公司能有機會 向更多天使投資人和投顧公司 進行簡報說明 是否期盼未來桃園天際線 能夠發揮加速器的功能 幫助新創團隊達成目標 介紹的予婷團報導 再帶你來看台階電等半導體產業 進駐高雄 讓男子區的人口數增加 市府就在男子興建一處園中派出所 並砸下了3.18億 興建六層樓高的多功能社區中心 第一產主開公順利 高雄市長陳其邁和多位議員 一起揮鏟 為男子區園中派出所 興建工程動土 因為這裡位在高雄大學特區 又受到台積電來高雄的效益 人口急劇增加 需要增設一處派出所 除了興建派出所之外 市府也應應多位議員的要求 向衛福部爭取前瞻計畫補助經費 將樓高拉到六層 一二樓為派出所 其他樓層則規劃 右托長照和區裡護震使用 所以我們也一直跟市府反映 那現在人口數增加的非常的多 所以原本的一二樓是派出所 三樓是理活動中心 那後來經過我在跟建築師 在考量過以後 就地的需求 我又跟市長反映說 那你是不是能夠把 右托跟日托都給加進來 後來算一算 它是建築的建築率是可以的 這場所要改到這裡有空 所以說 本身就在旧地的機關用地 來給它建築一個 原廠派出所的恢復 那後來市府 和參加在後 用這塊鵝巴的用地 來前面和環心 還有那個派出所 還有那個長照 還有日照 這是很好的多功能 市長陳其邁強調 園中派出所 既多功能社區中心 是目前高雄市 最好的社區多功能中心 各有60個日照 60個托育量能 配合藍田國小的新建 可以因應大量移入 原中港社區的人口 提供全面性的服務 從我們的日照中心 照顧我們的老伯 我們在地的 我們館長港家的市場 這間是最好的 如果我看高雄市 六千匯市這間是最好的 我們這些小孩 我們進來年輕的爸爸媽媽來了以後 就會有很多拖映的需求 未來這裡是台積電 我們剛來 我們進三個槍去 一個槍差不多1500的 差不多5000的 進來這裡進三個 還有在準備 所以這裡是可用守善之區 最好的淡房區 就是我們環中港這個地方 市府公務局則表示 這棟建築是以城市山丘設計概念 呈現高雄挫的理念 115年8月完工之後 將成為原中港地標性建築 接著來長幫高雄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基隆美術館與中華民國油畫學會 攜手合作的 銀海基隆Indigo 油畫特展盛大開幕囉 37幅的油畫作品陣容堅強 其中副市長邱佩玲展出 三幅原住民孩童的油畫作品 溫暖的用色與孩童的笑容 很有感染力 原住民孩童穿戴著傳統服飾 臉上天真笑容相當具有感染力 這幅油畫作品 不管用色或者神韻 都讓觀賞者相當驚豔 尤其是把那個原住民的 那個女生的那種 神韻跟表情表現得非常好 那這三幅看過去的時候 感覺非常的舒服 而且可以從他們神韻跟微笑當中 感覺他們的活潑 以及他們的熱情 而旁邊的兩副作品 主角都是原民孩童 原來作品中的主角 是台灣原生同生 和尚團的團員 作者是副市長邱佩玲 其中還有一段小故事 我是一年半前開畫展 那他們給我的靈感 也給我的照片 畫了之後 我還做成了悠悠卡 他們也很開心 那錢均給原生的團體 我覺得我很高興是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 人最真誠最燦爛的笑容 最單純的小孩子 畫這十幅畫的時候 我當時心中是很安靜 很舒服的 其實畫人像是相當有難度的 畫人像不在於畫的這個 像不像 在於那個韻味可不可以十足 最主要是他的眼神 所以每位小朋友 其實我都親自跟他們互動過 互動了一陣子 然後跟他們聊天 才可以畫出他們的感覺 那當然在背景的配法也很辛苦 因為顏色要很衝突 從畫畫當中可以看出 原來我個性內心中的 跟我表現可能不太一樣 金龍百號油畫特展 會集合來自全省各地知名畫家 精選了37幅精彩絕倫的油畫作品 金龍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及文化觀光局長江廷梅 和藝術家們一起合影 邀請大家一起來欣賞 我們有幸的透過這一次的油畫特展 欣賞到許多藝術家的傑作 這些作品用不同的風格跟樣貌 全面展現了金龍的文化風情 是一場難得的藝術跟心靈的饗宴 我們這次油畫學會呢 參加的這些畫家都是國內的頂尖的專業團體 這項展覽作品涵蓋抽象和具體的表現手法 透過每位畫家獨特詮釋 展現出藝術的多樣性和新奇面貌 百味的油畫運到我們這個場域 然後做好整個的布置 其實都是通力合作 而且我們金龍第一次迎來這麼這麼多的 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藝術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展覽 也是開啟未來我們在整個我們文化中心 這個美術館的展場的另外一個風貌 那除了這個之外 接下來其實除了油畫協會所辦的策展之外 接下來我們也有金龍新發140週年的策展 還有就是法國的雨泥 第25小時的一個策展 都是在運用我們今年美術館開啟之後 不同的一個策展方向 也不同的一個模式 希望讓我們的市民朋友更多可以欣賞到 除了在台北可以看到 金龍我們這個Indigo這個銀海的這個城市 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藝術的作品 這場油畫展即時起到8月25日 在金龍美術館展出 每週一修館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把握時間前往參觀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道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台鐵鳳山火車站開發大樓 空中鳳城大抵完工了 目前配合審查修改 而台鐵近日招商卻流標 業者多保持觀望 立委許智傑要求台鐵研議方案 加速招商並縮短其程 鐵道局興建鳳山火車站開發大樓 打造空中鳳城新地標 如火如土港工大致完成 目前配合消遣等審查修改 一樓周邊空間將陸續開放 台鐵推動促倉ROT模式 整件雲翼轉移 計畫引進百供百貨 電影院主題餐廳 婚宴會館等 五月中舉辦招商說明會 但七月招商時卻無人投標 日前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南下考察 立委許智傑便提出要求 台鐵應加速招商 縮短整件期程 盡早開放營運 招商還沒有被招標出去 自然就是條件有沒有談妥的問題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他們要來招商的店家 他們去思考說將來可能還有山井 還有高雄車站等等的客觀的周遭的因素 那我也是跟他們建立就是說 條件當然就是要談 那如果說這邊的環境 如果說有降低條件的空間 那他們也願意來 這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所以我就跟他們建立有兩個點 第一個一定要有電影院 那可以挪地方 第二個招商條件你們跟廠商談 那我是希望說務必就是完成 這個是最重要的 鳳山火車站是全國唯一 古城造型車站大樓 一樓剛落成的新大廳 也顯得相當氣派美觀 不只民眾欣賞 連帶樓上商務規劃也深受地方期待 期盼能早日引進新商機 帶動車站周遭發展 親子活動的一些設施 像類似像遊樂場 或者是說一些可以吃飯的地方 對對對 這個都坦白講 這個地方的新的建設我們都很期待 鳳山本來有很多個電影院 幾乎都收起來 而且都拆掉了 現在鳳山終於有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電影院出現 讓我們這些以前長跑電影院的這些影迷 就是可以有一個看電影的地方可以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設計 就是可以跟我們的火車站結合 然後又符合我們當地的一個需求 另外針對開放後 火車站周遭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立委也爭取附近空地 計劃建設成為停車場 以其解決將來停車不變的問題 營造更便利舒適的停車環境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 未來要書解鷹哥及樹林市區的車潮 完善新北交通路網 新北市府推動大漢溪 體外變道工程 完工通車樓 貫穿鷹哥 樹林 半橋 新莊及三重五個行政區 三重到鷹哥老街 全程只要30分鐘 大漢溪體外道路全線正式通車 18號上午舉行通車典禮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大漢溪體外變道兼顧合防安全 實地保育 交通需求三大功能 侯友宜特別感謝中央 挹注9.4億元的補助經費 讓市府順利推動改善工程 藉由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克服工程各項挑戰 有效舒緩 環漢路周邊運輸壓力 讓新北市整體交通更加順暢便捷 是經費的問題 再加上在施作過程當中 我們要兼顧很多的環境生態的保育 以及我們大安西右岸的輸境 這都是很不簡單的這個港點 水利局局局長的報告 乍是看起來很輕鬆 其實做起來很不容易 這很不容易的過程當中可以做一些 從三重做題外便道 到了我們英哥 老街可以縮短30分鐘 最重要讓我們環漢路 交通的壓力 減30分鐘 不過每天環漢路 漏漏漏漏漏 人家要緊張 串聯三重至英哥 題外便道的大漢溪 題外水岸廊道 全長18.2公里 規劃雙向一塊一萬 車道及零和自行車道 路寬達14公尺 快慢車道僅開放小客車及機慢車通行 今天是大安西的旗外便道的通車點 尤其這一條便道 是沿著我們的星光到士林到英哥 這當中也算夜晚橋 這條另外一道路 對我們銜接從三重到英哥 可以講非常重要的一個便道 大概可以剩了30分鐘的時間 另外可以減少韓漢路 將近三層的交通的必需量 所以這條便道不但在我們工程的輸出上 要兼顧和黃的安革 私利保育交通順暢 所以輸出其實很困難 更重要也可以帶動 從我們巴黎淡水自行車的便道 可以一路走到公園 所以這條道路 我非常謝謝我們中央水利局 協力給我們的支持 水利局說明 市府新設21號月提到 優化入口號制標線 解決漁網道路的瓶頸 而高攤地既有棒球場 吉蘭球場等設施也重新配置 提高民眾進出河濱公園的方便性 及設施使用率 記者與根基細媒體上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國際青年商會議 為了要促進公平與正義 將7月10號定為世界公民責任日 並舉辦國際青商會世界大會 世界公民責任倡議記者會 與桃園市府中央政府單位 共同簽署倡議 呼籲大家一起推動人權進步 桃園市長張善政出席 國際青年商會世界大會 世界公民責任倡議記者會 並與經濟部與外交部代表 國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國際青商會世界主席等 共同簽署世界公民責任倡議 並宣布2024國際青年商會 世界大會將在桃園舉行 We a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human duties day and also about the world congress which is going to happen in Taiwan So human duties. We have bee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human duties and July 10th And we launched this initiative from united nations, and then we are celebrating this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all 115 countries where JCI is present And today we a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world congress in Taiwan Yes,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JCI's world congress 国际青年商会为了促进公平与正义 在7月4日于联合国政事发布关于人权责任的声明 并将7月10日定为世界公民责任日 也希望透过世界大会举办 呼吁每位公民企业组织都能参与到人权事业 推动人权进步 因此这次的世界大会也规划了一连串精彩的活动 这一次的主题的话 当然就我们除了刚前面在会长里面有讲到 我们这一次除了永续以及科技指导 是我们这次非常重要的主题以外 我们另外也还会有女性领导力论坛 以及性别平权的论坛 在这次世界大会进行 那当然还有非常重要刚才提到 最后我们在结束会展前面一个颁奖的环节 我们会有世界的十大结束七年 也会在这一次世界大会里面去进行颁奖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样非常重要的环节 桃园市长张善震表示 很荣幸桃园这次能协办世界大会 期盼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并在活动当中签署世界公民责任倡议 共同促进世界永续和谐发展 我们桃园市政府非常高兴能够跟青商会配合 准备来举办十月底 在桃园办理的这个青商会的国际世界大会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 到时候全世界的青商会的会员 很多都会到台湾到桃园来 那么我们桃园市政府一方面配合青商会的筹备 二方面我们也会把桃园最精彩的文化产业 观光旅游农业等等各个面向 呈现给我们青商会国际的会员 让他们体验一下桃园的好桃园的美 也顺便推销台湾 2024国际青年上会世界大会 将在十月底于桃园会展中心举行 也是国际青商会今年度规模最大的国际活动 将展现台湾的软硬实力 让台湾这块宝岛能被世界看见 再次刷新国际能见度 知名主持人台志远 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拍片 透过简单易懂的小短剧传达烟品 不仅危害健康也对家庭 人际互动职场有极大的影响 呼吁大众拒绝止烟定止烟等所有的烟品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艺人台志远 合体演出烟害仿制小短剧 共同宣传烟品不仅危害健康 更对职场人际关系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影片宣传邀请市民朋友化聚烟为行动 台志远也担任聚烟大使分享戒烟心得 其实戒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观念 它其实不是意志力 你的观念改变了你就会戒烟成功 所以戒烟这件事情不是慢慢来 而是立刻做 也就是说什么叫做戒烟呢 就是现在就不抽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讲到我自己本身的戒烟 我自己本身我是27岁戒烟的 可是我是13岁就开始抽烟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同侪之间的影响 所以这个同侪我不能说我的朋友不好 其实是我害了他们 因为很多我的朋友到现在还抽烟 他们还在对我有所怨对 因为是我教他们抽的 但是我却有一天在27岁的时候 我有一天那时候很流行一个烟是黑色的烟 我不想讲它的名字 那个时候那个烟很贵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那条烟可能要2000块钱 大家去查可能知道是叫低开头的一个烟 OK 然后呢 有人送了我两条烟 然后我拿那个烟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烟这么贵 我要不要继续抽呢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想 如果我再继续抽的话 我会怎么样呢 然后我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说 如果你学佛法的人 你在学佛的人 如果你抽烟 可能 他是说可能 会影响你将来往生的路径 它可能会让你前面一片迷茫 我的心里就觉得很迷茫 就是我今天是学佛的人 然后我今天如果是不能往生的 我就学个屁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可不可以戒烟呢 那我自己想了两个问题 第一 我吃饭以后怎么办 第二 我大便的时候怎么办 后来我发觉这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还是要吃饭 我还是要拉屎 所以戒烟跟这两个东西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当下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兄弟们 我跟他们讲说 我要结婚了 我要戒烟 他们都是我的神经病 两点钟你打来干什么 我真正的跟他们讲 但是这是一个 I think promise is promise 所以你要 always keep your words 就是你要一直 信守你自己的诺言 我当我跟我所有的朋友 讲完以后 我再也没有受过烟 近年出现的电子烟加热烟也含有尼古丁及有害微粒等对人体产生危害 烟害防治新法已经全面禁止 并且为维护鹅哨兽免于加热烟的诱惑 台北市实施 是优于全国的防治 水烟学家等等 现在有电子烟加热烟 在中央烟害防治法修法之后 我们是全面禁止电子烟 严格纳管加热烟 但台北市我们去年三月上路的知识条例 我们对于高中值以下学校50公尺内 我们是禁止贩卖供应广告或展示任何这些新兴烟品 我们认为台北市我们要做一个指标性拒绝无言环境的模范城市 我们很高兴今天听到 事实上台北市政府过去也已经很努力的 从法条上从管销上去做很多限制 我想对台北市 可能不只台北市 整个台湾我们全国的任务都为年代受贿 我们必要从各个管道来延禁这些延难 从台湾没有烟害防治这个概念 到孙岳孙叔叔打出的第一炮 人人有权去削了手烟 一直到现在历经了四十多年的四十年的时间 那从我们的父子辈大家都吸烟 到现在大体上我们有很完整的烟害教育 尤其我们的首三十都台北市还有比我们的母法 烟害防治法更先进的高中子以下校园周边50公尺内 是不得贩售新兴烟品不能广告制造输入贩卖 就是行销新兴烟品尤其可能即将开放的加热烟 这都是尽可能的走在法律的前面为我们的年轻世代多一层的保护 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21年他的YP书里头 他就强调烟草公司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一代对尼古丁继续成因 而新兴烟品是烟草公司的主要的捷径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头开宗命令所讲的部分 所以呢烟草公司呢他运用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台北市的一个影片里头 我们看到我们对大专校院的大学生 我们对年轻的就是社会新鲜人 我们对上班族我们还有对就是年轻的新手爸妈 就是做了一些直接的教育宣导 而这些35岁以前的年轻人 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所讲的新型烟品的主要 他也主要的一个对象 所以台北市又是走在全世界的一个前端 又是在对一个年轻世代做一些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宣导 台北市目前有266家合约戒烟医食机构 及12区健康服务中心 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与卫教 帮助市民成功戒烟 欢迎有需求的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群鹰飞语世界野鸟摄影连展 即日起在国立台湾图书馆四楼 双合一文走廊展出 总共网罗来自世界各地与台湾本地的 真情飞鸟精彩画面 邀请民众一起来欣赏 群鹰飞语2024野鸟摄影连展 在7月16号正式在国台图展出台湾特有种 台湾特有牙种猛禽 泥鸟世界冰尾鸟种 以及国外拍摄猛禽或其他鸟种等196张图片 现场提供非常详细的资讯图卡 方便初学者学习及资深摄影者观摩 今年是我们110年的管庆 所以我们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必须搭配在一起 所以把群鹰飞语的专家们一起找进来 因为他们有世界稀有的鸟类 跟台湾的稀有的这些鸟类摄影长 所以跟他们一起联办 我始终认为天下杂志说了一句话 大海的壮货需要这些湖泊跟溪流能够存值大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长廊 把我们对生态的关心 把我们对永续发展的关心 可以融合在一起 第一梯是展台湾特有种 还有世界濒临为种的鸟种 还有就是迷路来台湾的迷鸟 第二梯长是台湾特有牙种 还有猛禽 第三梯就是其他的没分类的 国内外 同时本次也安排了十场讲座 第一场讲座 湿地与健康 候鸟的保育与人类福祉 在7月20号登场 介绍拉姆萨国际湿地公约 世界卫生组织 健康湿地健康人群技术报告 以及湿地重电冲击与回应 7月27号主讲哥斯大利 加之真情 介绍四种全世界 集围和兵委的鸟种 那蓝富贤是台湾特有种 而且他非常的华丽 那这个是在台风之后去拍的 本来季节已经过了 但是难得呢 他还在展现他的 球偶的美姿 那蓝富贤呢 他通常出现在 中高海拔的那个林蔭 所以通常光线很暗 所以这一次我因为用一个比较大的光圈 所以能够成功捕捉到他动态的声音 他在求我的时候呢 他看到母鸟 他会动动动跳过来 然后到母鸟身边 他会有点像那个孔雀开瓶 这样子展开围雨 是非常难得的景象 那个是在哥斯大里加拍到的黄霸翁 有几个特点 他的开灌是非常难得看到他开灌 所以开灌是非常难得的第一点 第二点 同时能够拍到一公一母 都能够同时开灌拍到 大概世界上很少 很少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从人类要拍这个 怎么猜到什么时候旱季结束 雨季的开始 这是很大绝问 因为每年这个会改变 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 官方表示 两个月的展览和讲座 将带给读者丰富的生态知识 和美学饗宴 欢迎暑假大小朋友 一起来参观聆听 学习鸟类的知识与摄影技巧 记者也根基新媒厂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南市文化局 首次举办台南人权乐 以地方政府的视角 规划四大展区 邀请艺术家校园团队 用多元的艺术创作 呈现白色恐怖的历史 期盼让大众了解 自由民主的珍贵 为了要让大众知道 台湾历史当中的 白色恐怖事件 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协助之下 台南市文化局举办 首届台南人权乐展览 当中有电影剧组 重现不易遗址的场景 还有受难者出面见证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听到白色恐怖 会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距离 或者是时空都非常遥远的事情 可是事实上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故事 可能就在你的家乡 就在你的身边 我们带大家看到一个属于台南的 白色恐怖历史的多面相 其中在爱国富人会馆 是女性政治犯之一的施水环 她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在这里 因为她曾经读过佳琪高中 所以主办单位邀请学校师生跟艺术家 以施水环做文本进行相关研究跟创作 因为我算是她的学弟吧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因为她也算是 也可以代表一个佳琪的精神吧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然后慢慢的我们有传承到这个精神 其实孩子可以学到说 除了是他们了解台南的历史之外 他们也了解加浙高中 这100年来的历史 台南人权乐展览有四大展览 总共展出28组创作 也有人权音乐会跟讲座等 22场不同形态的活动 要让大家感受在那时发生的历史故事 即将说回来谈到报道 金融市政府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小亭码头举办了一场 亲子趣味运动会 吸引了60位大小朋友热情参与 这一校活动结合了 运动爱台湾2.0计划 旨在促进家庭亲子间的情感联系 同时也推广水域安全的意识 真的好好玩 在海上举办的区位运动会 采用亲子接力赛的方式进行 从穿救生衣游泳到徒手SUP滑行 紧接着要亲子独木舟 最后要团队龙舟版前进 那我们过去长年以来 在运动爱台湾大部分都是做水域的 那这一次就是把水域安全 跟运动经济加在一起 然后把亲子也加在一起 那也让暑假的活动更精彩 也让我们金融市的运动爱台湾 的面向能够更广阔 以乐趣化的方式进行水上接力赛 结合运动爱台湾2.0的计划 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登场 每个关卡的设计都充满了趣味 也非常考验大小朋友的协作能力 更能实践合作学习的教育理念 同时也能提倡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急忙 получить发 订阅 火烟赏 automated疫苗都需要 Super 我可能心得就是 出口 有刻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署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垂马 tit一,的